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吉他社官网的吉他干货铺 这是一档由吉他社官网和乐音支撑出品 为大家介绍经典主流吉他界知识与资讯的干货类节目 我是阿秋老师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五座 中国最为出名,可以称为中国吉他制造脊梁的 国内顶尖吉他工厂及其附属品牌 作为国产优秀吉他品牌及工厂系列节目的下篇 今天这期节目要介绍的这五座工厂及其附属品牌 可能并不像上期节目中那些国产老牌吉他那么历史悠久,驰名中外 但是这些年轻的国产品牌也都是现阶段中国制造新秀中的佼佼者 我们吉他社官网及吉他干货铺节目组 希望可以通过本期节目将这些同为一线工厂生产的品牌 带入到大众视野 让大家渐渐了解这些中国制造的后期之秀 同时期待他们在未来的某一天 可以作为国产吉他制造带来更多的优秀产品 服务更多国内外吉他爱好者 来自广东惠州恩雅乐器工厂恩雅吉他 提到恩雅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品牌 尤其是在优格丽里制造业内 知名度可谓是相当的高 但是对于恩雅吉他可能之前很多人都会有点陌生 或者抱有怀疑的态度 2020年恩雅一举收购了法利达全峰工厂木吉他生产线 这除了标志着恩雅正式进入高端吉他制造领域之外 也表明了恩雅希望打造一块一线吉他制造品牌的决心 恩雅公司创立于2011年 2015年正式建厂 价值观与企业文化都是致力于打造创新 音乐艺术类产品的高新技术型企业 近年来通过不断的探索与创新 推出了众多新款尤克里里产品 在畅销海内外的同时 也深受国内外用户的喜爱与追捧 但恩雅公司并不满足于此 所以才不断在吉他制造领域进行拓展 这与其最初的品牌理念吻合 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进行产品更化升级 使恩雅的产品能让更多音乐爱好者喜欢 源于恩雅公司企业文化里对于创新的执着 自建厂以来 工厂工艺就一直延续着创新优化的信念与做法 机器设备也在不断的更新 除机械化程度比较高的CNC受控化 丙筒分离结构技术之外 还自主研发了碳纤维结构 极光切割 手工镶嵌等工艺 近些年更是投入巨大的产品设计与研发成本 进行新材料的研发与琴柄技术的创新 公司除了下设产品体验中心 也经常邀请大量的音乐人和公司内部团队 进行不同年份的恩雅产品对比 并不断讨论进行反思 优化自身产品 使各型号产品本身得到最大程度的提升 恩雅在今年收购全峰顶级生产线后 花重金构建属于自己的电子研发中心 以促进智能乐器部门的搭建 构想是希望能使传统乐器与电子技术相结合 最大程度的拓展用户的学习使用方式 提升产品体验 来自福建漳州御丰吉他工厂兰顿吉他 相信看过我们吉他钢货铺2020年春节特别节目 或者法力大吉他专题纪录片的老粉丝 应该对玉丰工厂这个名字不会太陌生 如果说全盛时期的法力大全峰工厂 是广东惠州第一大工厂 那玉丰吉他工厂的称号 就是福建漳州第一大吉他工厂 玉丰吉他工厂跟全峰相同 台资背景1964年于台湾台南创立 1991年于福建漳州构地设厂 至今已有56年的历史 工厂工有5个厂房 15条生产线 分别生产民谣吉他 古典吉他 Yuklili 竖琴 陶笛等乐器 一直以承接各类国际 国内OEM代工订单为主题业务 其他厂区占据4条生产线 除了拥有6台全自动雕刻机 自动喷漆机械臂等自动化机械外 半个世纪的技术传承 也成就了御丰产品的超高品质 因为拥有强大至勤工艺 雄厚板材仓储 御丰工厂旗下的自主吉他品牌 兰顿吉他因命而生 自创立至今 这个定位于评价专业的中高端米谣吉他 一直履行着他们最大的承诺 品质稳定 质量上乘 品牌定位也是锁定年轻的 音乐爱好者和学生族群 虽然自16年创立至今 品牌力稍显年轻 但兰顿吉他通过一步步用心 脚踏实地的严谨把关 尽可能将每一把琴赋予最实在的品质 把最卓越的稳定质量回馈给消费者 来自广东惠州顶辉工厂 一个月起 欧雷加吉他 这座位于广东惠州的吉他工厂 前身是由两个老牌顶级工厂 重组整合而成 一是元惠州福胜工厂 二是元惠州全峰工厂 元福胜工厂占地面积4000平米 也是中国吉他工厂界的老牌大厂 曾经以OEM代工为主要业务 日本知名品牌亚伊利 韩国IU代言的一线品牌 Crafter卡夫特吉他 以及英国老牌Tango Wood 英国大树吉他 都是由这个工厂原有生产线 生产完成的 后背一个乐器收购重组 成立了顶辉工厂 并在最近收购了全峰法利达的部分优秀生产线 使其生产工艺进一步升级 工厂现拥有4台价值百万的CNC雕刻机器 无论是吉他琴柄雕刻 还是电吉他筒身雕刻等 都能做到将误差降低到最小 最大程度保证吉他制造过程中的细节稳定性 工厂木材仓储体系继承了曾经的工厂规模 很多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也在合并重组后 继续留在了现有的生产岗位上 凭借着多年的经验 为产品品质把控 提供着最坚实的基础 基于鼎辉工厂的优质工艺与制造技术 在2018年 工厂推出了自主旗舰品牌 欧雷加吉他 品牌定位主打高性价比 专业音色的平民化产品 木材严选风干数十年的风木 乌木等优质木材 产品体系上 除大众化木吉他筒型的产品风格外 还额外拓展开发了 静音吉他 跨界古典民谣吉他 T5Z木垫吉他等小众趋势的产品 欧雷加品牌在鼎辉工厂的生产线上 尽可能多地继承了全风传统的工艺技术 在产品音色与细节上 延续了发意大吉他严谨的态度 以及90年代鼎盛时期 台厂的制造理念 使传统智琴工艺的优势与精神得以延续 来自大连圣约乐器有限公司卡夫兰特 就作为于大连的吉他生产工厂及品牌 于2011年成立 工厂在最初的定位方向上 体系就类似于之前介绍过的卡玛 楚门 明雅 新雅等 摒弃掉了所有OEM代工业务 只生产自主旗下品牌 经过多年发展 工厂工艺品质的提升 以及对原材料的严格检验 正约开发出了一套有别于其他工厂 正为HCP工作流的工作体系 通过关键环节的人工干预 实现了机器生产与人性化制作之间的协调 从而达到以手工琴理念生产有品质的吉他的目标 旗下品牌定位主打高性价比 耐用兼具声音表现力 源于工厂工艺的不断升级 产品技术的不断革新 技术团队自主研发了Xstructure硬梁结构 Fully Baggeded全箱嵌式琴码 以及运用S-Johnny的高精准铜颈连接技术 衍生出了卡凡特引以为奥的HF Comfort专利技术 HF Comfort专利技术 是在Taylor吉他接饼技术的基础上 运用S-Johnny的高精准铜颈连接技术进行革新 不使用垫片 不使用胶水 只使用三颗金属螺丝 将琴筒与琴锦进行精密的连接 配合对琴筋尾部的特殊处理 修改传统意义上的对称形状为非对称形状 使琴体不仅可以随意拆卸调整 而且还结合Xstructure降低了音量的重量 提升吉他的稳定性 让卡夫兰特吉他拥有了区别于 所有国内外吉他的独特设计体系 与高把位音色手感 2017年卡夫兰特CCW工作室成立 主打专注客户个性化需求 定制高品质专属吉他 其作品也最大程度上代表了 卡夫兰特制情的最高水准 2018年吉他演奏大师朱家明 在试探卡夫兰特产品后 非常认可他们的吉他音色与品质 并通过卡夫兰特CCW服务 定制了属于自己的专属吉他 随后应卡夫兰特薛总的邀请 正式签约卡夫兰特 成为其首席合作艺术家 与品牌新疆大使 来自广东惠州德博升学 有限公司Double 说到德博升学或许大家会觉得陌生 但提及到Double加镇时银器 相信大家都会有所了解 现阶段风名吉他市场的加镇概念 与加镇时银器的普及 都是源于这个公司的不懈努力 与产品创新 德博升学公司总部位于中国吉他制造发源地 广东惠州 成立于2015年 自早期创立以来 Double就通过先进的升学电路设计 旋转电池舱 RX线圈技术 DSP音频技术等多项技术的研发 实际产品在日益竞争的市场上 拥有了稳定且庞大的市场及用户 2018年 Double凭借着吉他加镇时银器 SE Pro的问世 进一步奠定了Double在吉他时银器领域的地位 2019年公司通过产品的优化创新 推出便携式安装加镇时银器G0 再次提高了Double的曝光度 研发团队由结构工程师 电子工程师 音频软件工程师 及演奏家声学工程师组成 无论是从产品外观设计 声音表现效果 还是用户演奏操作体验 最大程度的满足 情优演奏者多方面多维度的需求 公司内部特设了产品体验中心 内部测试产品的演奏效果 尽可能模拟各类演奏需求的用户群体 最大程度避免产品的劣势 呈现给用户最好的声学效果 工厂生产线方面 通过流水线的方式进行产品生产 使生产节奏更加简约高效 架设独立的质检团队 全方面的检验方法 最大程度的保证了产品的稳定性 物料管控也是非常的整齐统一 尽可能让每一个产品的细节 都透露着Double简约现代科技 且与用户体验为品牌重心的公司理念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 提到国产吉他这个词 好像都成为了粗制滥造的同一词 作为国产优秀吉他工厂 及品牌系列节目的下篇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希望通过吉他钢货铺这两期节目 让广大亲友们更多的了解 国内吉他工厂制造界的信息 了解其实国产吉他没有那么差 也存在很多好工厂好产品 不过是被很多无良代工的 杂败吉他劣币去量币 破坏了中国制造的口碑罢了 之后我们也会做一期系列节目 尝试让大家了解 进口品牌不一定都好 倘若是欧美制造 其产品品质还确实会比较有保障 但是如果打着进口品牌的幌子 中国生产 又以欧美品牌为卖点 大肆宣扬其国外牌子的高贵身份 可以隐瞒其国产吉他中国制造的事实 这种品牌是不是要在我们的心中 打个问号呢 归根结底 其实这要是认真负责 并在制造设计品控 细节上下功夫的工厂与品牌 无论国内国外生产 都会是好产品 希望大家支持优秀国产 这是这些一直付出努力的中国制造 OK 那么这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吉他社官网的吉他钢火铺 我们将会定期两周更新一次 为你们带来经典主流吉他界知识与资讯 我们下节目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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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阿秋 我最好看 哎呦呦呦呦 万一一打我直接 C7185晚点17分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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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到今天的彩蛋抽奖环节 今天我们吉他社官网 将会在B站微博微信平台抽取幸运观众 B站方面 我们将在本期节目的下方评论中 随机抽取两名幸运观众 分别送出一只市场零售价5,399元的卡弗兰特520C 和一只零售价8800元的恩雅T10D系列吉他 微博方面 转发评论本条微博 我们将抽取一名幸运观众 送出一只价值1280元的欧雷加2020旅行系列吉他 微信方面 转发本条微信公众号文章到朋友圈 截图发送给后台 我们将抽取两名幸运观众 分别送出一只价值2580元的兰顿RAC20 和一颗价值999元的Double G0加镇石银器 OK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